在矽子白云里活动的社团真的很多 一大早有太极拳、健康操等等 目前就有六大社团在运作 只是矽子多余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只要下雨天空间不够没有办法运动 所以李明就希望篮球场旁边的遮雨棚空间 可以往步到扩充 而在26号上午议员抓铃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决定列入明年的经费实着 这处每个星期五都会进行老人共餐的地点 就在往白云步道雨篮球场的中间 只是空间不大所以人一多就变得有点挤 如果是社团要跳健康操太极拳 一次好几十个人根本就不够 尤其矽子多余找不到遮风避雨的地方活动 也让里长很苦恼 所以李明也建议是不是将这处休闲空间 往一旁的步道延伸 尤其我们这个关怀协会这边 要增设好几个社团下去做活动 急需一个宽阔的场所可以应用 因为我们社团活动像下雨的话 外面是下雨嘛 里面我们因为活动中心太小嘛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的活动空间扩大这样子 是尽量要延伸到那边这样才够啦 因为我们这个是太极拳班的 因为这边只要放到下雨的时候 这个场地就太小 我们的人数容纳不下 所以很需要扩充一个场地 而且能够不为风雨的 让我们有更大更宽广的活动空间 我们白云里目前有六个社团 又要增加一两个社团 因为场地不足 我们白云里常常碰到下雨的机会非常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们李明在建议 因为目前就有六个社团 未来还会再增加 活动空间真的不够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26号上午 议员周二林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好多的李明都跑来关心 针对篮球场旁这里平时泡茶聊天共餐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往步到这里扩充也进行讨论 因为他们的社团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使用力已经不够 希望说把这块地整个延伸 然后搭铁皮 让我们的乡亲及社团 如果刮大风下大雨 还有一个这么宽阔的地方可以活动 那这边刚好有好几个社团 大概有六个社团 那将来会再成立一个社团 那他们建议能够再把铁皮再延伸到这边来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有非常需要 对民众的一个休息很有帮助 那我们会尽快来做规划 来做一个实测 王一旁步道花圃方向延伸 景临步道旁 原有的白云步道不受影响 回看之后也决定列入明年金飞10座 扩充休闲空间 让下雨天社团活动又足够的地方 可以动一动生活更健康 就从慧林细致采访报道